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对 另外呢就是我之前不是教过大家一个毛巾的一个健身方法 今天那种就可以锻炼到我的身体啊 古主播的这些方法也是非常不错 但我相信呢在2019年也有很多朋友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健身大军当中来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向演艺圈的艺人们来取取经吧 都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尤其是在忙碌的演艺圈中 熬夜拍戏加班赶工已经成为了艺人们稀以为常的生活方式 没有一个好身体又怎么能扛得出如此繁重的工作压力呢 所以哪怕在日常生活中还是有不少艺人始终坚持开启着健身模式 为的就是能够拥有一个好身体 由今来看到的就是演员刘涛了 参演过《狼牙榜》《米月传》《欢乐颂》等多部热门影视剧的他 曾经给观众塑造过很多经典的荧幕形象 但可能很多观众并不了解的是 除了演员的身份外 他还是一位健身达人呢 就在之前播出的某综艺节目上 刘涛就给大家展示了一段高难度的空中瑜伽表演 从刘涛那流畅的动作中我们可以感受到 这样的动作可不是一两天就能练成的 翻看他之前的微博你就能发现 他经常晒出自己的健身视频 视频里的刘涛 深蹲 臥推 腰腹锻炼等等 都是一气呵成 他更是被中国健康教育中心聘请为 2018年健康中国型活动的宣传大使 在他看来 健身不仅能锻炼身体 还能使自己保持积极向上的生活状态 人越累你会越觉得累 所以在你累的时候 你给自己一点点时间去振奋一下 然后在排汗 排毒 同时还能够照进去的时候 看到不一样的状态 除了瑜伽外 跑步应该算是大家最为熟悉的健身方式了吧 那么在进行这项运动时 究竟有哪些地方需要注意的呢 我们不妨一起来听听 跑步达人陈奕涵是怎么说的 当然除了以上几种常规的健身方式 演艺圈里的不少艺人们 还开发了许多独特的健身方式 就比如演员蔡少芬 你能想象她的健身秘诀 就是依靠一条小小的毛巾吗 其实什么方法都很管用的 只要你坚持 这例如我很喜欢的 就是拿一个毛巾 蹦住了 然后在后面这样拉 这样拉 真的啊 这样拉 就算你没有那个毛巾 你现在这样子 你也会觉得你蹦住了 你明白吗 就已经可以瘦了 其实手臂那些位置 对于艺人来说 身材的管理确实是十分重要 但是长时间的练习相同的模式 确实也容易让人吃不香 对此卢靖山就表示 她的健身方式 可谓是一锅大杂烩了 就是每天做不同的东西 要不然我会疯了 就是我喜欢 今天可能我去爬山 明天我去健身 后天我去打拳 然后有一天 可以跟朋友去逛街 也算是一种运动 对吧 好了好了 看了这么多艺人的健身方式 不知道其中有没有你喜欢的呢 如果你也希望拥有一个好身体的话 就需要尽可能地迈开双脚 多往外走 多锻炼自己 当然如果你内心 还有些犹豫的话 不妨来听听张俊宁 是怎么说的吧 在你犹豫的时候 你已经踏上跑鞋 跑出去 等你在犹豫完的时候 其实你都已经跑回来了 那你干嘛还要犹豫呢 你就去吧 而且回来你肯定不会后悔 因为跑完会很开心的 乐阪天总和报道 我觉得对于这艺人来说 他们的保养 除了健身之外 其实另外一点 我挺心疼什么 他们的脸 因为真的有的时候拍戏 一带妆带一整天 特别加上熬夜之后 第二天的皮肤状态 又非常非常差 所以你看 其实每个艺人 他都有自己一套 独特的保养方法 讲这必须要爆料一下 我身边的小鱼 他皮肤状态一向维持得很好 很多人都不知道 他的保养秘诀到底是什么 我刚刚想自夸一下 你就给我先爆料一下 的的确确 作为一个男生 其实我平时 不是特别在意自己的肤身 但是不经意见 总是有朋友说 你好像年纪也不小了 但是护肤的这个状态 真的是保持得很好 其实作为男生来说 我觉得真的没什么 我平时唯一的敲门 就是多出汗 通过这个有氧运动 把自己这个皮肤 给它毒素 完完全全排出来 像这种什么面霜 面膜 我倒是真的很少用 这是男生了是不是 其实我也有一套 自己的保养的秘诀 你的秘诀 不用就是很大众化的 多敷面膜 多护脸吗 不是 我的秘诀是什么 如果我没有录节目的话 如果我没有上节目 其实我是不洗脸的 不可能吧 真的 我是白天不洗脸 晚上才洗一次 因为平时卸妆 会那个角质层很薄 所以我就有的时候 没录节目的话 就不洗脸 让她的角质层 所以修复一下下 所以这里电视机前的观众们 考虑一下 要不要学习一下 古主播的方式 艺人而已啊 艺人而已 对 没错 那接下时间呢 我们就要看看 演艺圈的艺人们 他们有哪些护肤的心得 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在工作繁忙演艺圈里 同校拍戏 长时间带妆 已经成为不少艺人 日常的生活方式 大量的工作背后 透支的是他们的健康 原本满是胶原蛋白的皮肤 也低不过工作的压力 所以对于这些 正在演艺圈中 拼搏的艺人而言 皮肤的保养 就是刻不容缓的问题了 一项以注重 保养注射的杨成林 虽然已经34岁 但是相隔十几年 在2018年新剧 前男友不适人中 再次饰演17岁少女 却丝毫不让人跳戏 坦白说 我上一次演17岁 我很仔细回想 是2003年的时候 那时候我是真的 就是快20岁而已 所以那时候演算是很合理 但是我在去年 也就是33岁的时候 演17岁 其实好险我有好好保养 我在前男友不适人 里面的17岁 都只有遮黑眼圈而已 众所周知 杨成林一向很有视野心 近几年来 不光活动代言不断 她在前阵子 更是举办了自己 青春住了谁 世界巡回演唱会 那么工作连周转的她 究竟是如何保养自己的呢 我自己本身卸妆 是偏向有点强迫症 我觉得必须要卸得超干净 然后 但反而洗脸 不要过分洗得太久 可是我会愿 寡养品的时候 给自己跟肌肤对话的时间 怎么对话 其实那种对话 不是真的跟她讲话 就是你要去感受 你最近的皮肤怎么样 正如杨成林所说的 皮肤的保养 对于艺人而言 是十分关键的 相信这也是很多艺人的必修课 因为作为演员 忙碌的工作 时常会影响皮肤的状态 在这一点上 演员佟丽娅 也是有自己的货富心得 想要跟大家分享 女生嘛 所以眼睛亮亮的很重要 尤其是我们在拍戏的时候 熬夜啊 还有就是有的时候 那个灯光 会让我们有很多黑眼圈 或者是有一些眼周 就是皮肤比较干的问题 那紧急的你去保养一下 包括这个眼精华和眼霜 一起使用 是很有双重呵护的感觉 所以无论怎么样 都会有身材 对于艺人来说 拥有光鲜亮丽的皮肤 能让他们在镜头前更加自信 而想要让肤色更美白 这第一步 自然就是要注意防晒 这一点上 演员古丽娜扎 可谓是做得十分出色 在之前播出的 某组一节目中 她的防晒喷雾 真是一刻不停了 这些全部都是防晒霜 因为我特别怕晒 怕晒 防晒最重要的是抗 就不会变黑 其实我最受不了的 自己就是被晒了之后 就变黑了 而且我觉得女孩 就最好不要太 就是太接受紫外线的那种 因为会很快地衰老 然后长皱纹这样 人们常说皮肤的保养 离不开各种护肤品的帮助 但其实最好的保养方式 不过于让自己 拥有一个乐观开朗的心态 毕竟心态年轻了 才会让你由内而外 散发出更多的活力 心态很重要 对 就是 每天一定要让自己 开开心心的 不要去忧虑 因为其实纵然工作 压力都很大 每天都很匆忙 但是也要懂得 作为女人 要爱自己 要适当地保养 适当地锻炼 然后和朋友 一起聊聊天 我觉得把人生当做 一种享受会比较好 开心啊 就是我觉得 就是喜乐 就是一种 让你长生不老的那种感觉 就是笑多一点 开心一点 从心里面发出来的话 那个 心情就越好 越好就越年轻 乐凡天 总和报道 娱乐凡天 广告中 欢迎回到 好吃要给力 玻璃海带点心面 独家冠名播出的 娱乐乐凡天 我是小金晨 大家好 我是谷晓 我真的觉得 今天这期节目 是为我而设的 因为讲的那些内容 全都是我所喜欢的话题 没有 健身是跟我有关的 对 健身我也有 为我们而设的 对 像健身啊 护肤啊 包括接下我们要说到的养生 其实真的 养生 我觉得 每个人要根据自己的体质 吃一些东西 确实对身体有很大的改善 像现在冬天啊 很多人会进补一些 羊肉啊 牛肉啊 加点黄芪炖的汤 补气又营养 而且吃完之后 全身热腾腾腾 那种感觉 绝对棒 说那么多 赶紧给我送一碗过来 明天 不过我也不稀罕 你有你的养生方法 现在我这个 作为男生来说 有可能我们厨艺 没有你们女孩那么好吧 但是我就学会了一点 自从这个年纪 上去一点点之后呢 每天坚持早点睡觉 早睡之后呢 果然这个皮肤状态 会变得更好 因为提前就进入到 这个排毒状态当中 真的是那句话说的好 吃好 喝好 睡好 心情好 一切都好 而且每个艺人呢 都有自己一套 这个养生的方法 接下来一起来 学学看了 除了在前面的节目中 所说的护肤和运动外 演艺圈的艺人们 还有其他的小妙招 来保持身体的健康 最让人跌破眼镜的 应该是歌手刘希君了 在某大哥节目中 他随身携带秤吃饭的做法 引起了观众的广泛关注 是一个秤 比如说像蔬菜的话 我一天就要吃到300克 比如说火龙果 我可能就吃一半 葡萄的话 我可能吃10克 蓝莓的话 可能吃小半杯 看到的观众们 都十分不解 拿秤吃饭 难道是为了保持身材吗 很多人以为 用秤吃饭是为了 少吃 或者是就是减肥用 但是其实更多的是 平衡自己的营养摄入 因为其实每一个人的身体 他能接受的程度 就是你能承受的负荷量 是有限的 那怎么样能让自己 保持一个健康的 循环的状态 那就是你可能 每一样东西的摄入 都是属于适合人体的 这样子 除此之外 作为养生大军中的一员 刘希君还有很多方面的坚持 我觉得其实是有从内而外的一个东西 饮食啊 睡眠啊 休息啊 这些东西都会影响着 就是外在的东西 饮食 然后早上起来要喝一杯温水啊 或者如果有一点上火的话 早上起来可以喝一杯淡淡的盐水啊 如果你有时候起来会肿的话 可以喝点一米水啊 相信李一峰的养生法 在大家看来都不以为奇 但是含血的养生习惯 可能就会让吃货们大吃一惊了 没有午饭 没有午饭吗 对 她不吃午饭 我妈妈呢比较能干 所以呢 我们家有没有保姆 所以她做的事情 烧菜四个做 全部是自己做 所以做一日三餐呢 因为会比较辛苦 所以她就选择做早餐和晚餐 她因为血医的 她觉得现在人毛病 都是吃出来的 是饿不死的 你的健康药领就是少吃 少油 少盐 少糖 反正睡醒肯定是要尽快地吃东西 因为你睡觉的时候 你的那个胆汁 大量地堆积在胆囊里面 它要去帮助消化 如果你这么快吃东西了 以后胆囊就会有病变 其实方法容易掌握 但坚持起来却很有难度 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会选择 一边啃着辣条 一边吃西瓜烧下火 这样的方式 可是让一直热衷于 中医学的同大为十分反对 食物呢是用来吃的 然后用这个又吃辣条 然后用西瓜霜去卸那个火 其实对身体损害还是挺大的 因为我自己也在学习中医 这个利用业余时间 这样确实是对身体的一种投掷 一元养生大盘点之外调片 养生除了讲究内在饮食外 外部的调养也十分重要 毕竟力因外合才能打通关嘛 比如演员高圆圆 他随身携带的包中 就有很多小物件可供使用哦 它是一个穴位贴 然后它里面有艾草 它会发热 所以会在你的穴位上起到一个 艾草 就是艾草加热 在穴位上起到一个作用 三阴胶这个位置是不能够受凉的 但有的时候 当然我也会涂好看 就是会露这一节 但我回去以后 马上就会泡脚 就是一定要没过脚踝的那个位置 最好的其实是没过膝盖 膝盖有个叫毒三米的穴位 它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它是牛角树 它可以做穴位刮痧用 你别笑真的有用 然后 比如说我在飞机上的时候 就会这样刮手指 因为手指上有很多穴位 这样刮手指对身体很好 这个地方其实也可以拿它刮一刮 然后有这样往上捋一捋 其实可以帮助那个淋巴循环 和高圆圆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还有张俊宁 每当有工作需要出差时 张俊宁也会随身携带艾草 来熏自己的穴位 譬如说女生立嫁来的时候 肚子会不舒服 对 你就是烧这个附近 肚子周围都可以 它比较暖 对 然后还有你的脚上 这边有一个穴道叫三阴胶 就是骨头上来三指的地方 天哪 我已经完全听不懂了 然后你就是烧它 它也会帮助你 就是立嫁来的时候 不会那么痛 我怎么会懂这么多中立的穴位 就是喜欢吗 我的天哪 不过要说演艺圈中的养生达人 还要数算力了 不仅注意饮食 搭配穴家锻炼 还对泡脚十分着迷 我说听妈妈的话 生病不用去医院啊 对啊 要泡脚什么 对啊 他只要 而且我女儿子都爱泡脚 我们三个人晚上有时候 经常一起泡脚聊天 看电视 很开心的 而且我儿子只要 比如说有时候鼻子堵了 妈妈我鼻子堵了 他说我要泡脚 就早上起来就泡好脚 一泡就鼻子就不堵了 对 然后早上泡脚 泡完去学校 说了这么多 其实养生方法还是因人而异 选择自己合适的方式 保持身体的健康 才是最重要的 纯天已经来了 但养生还是刻不容缓 从今天起 一起泡脚吧 欢迎来到 布里海台点心面 娱乐小微镜的环节 来看看昨天问题的 正确答案就是吴磊 更细下的朋友 获得是布里海台 提供的大礼包一份哦 是的 接下来时间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今天的问题是什么 那就是正在做 瑜伽的这个人是谁呢 知道答案的朋友 可以登陆到我们 娱乐乐饭店的官方微博 来回答问题 回答正确的话 就有机会获得 布里海台所提供的 大礼包一份哦 是的 节目最后呢 提醒大家 如果想得到更多的 音视频资讯的话呢 可以登陆一下的网址 或者呢 手机可以下载 我们海部TV的客户端 就可以了 是的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 下期同一时间 我们继续相会在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观看